今天要把它做成VBA 这个VBA特别注意 主要呢因为 在那个VBA里面呢 没有完全可以取代这个DATIF的函数 这个DATIF函数实际上 非常好用 那如果我将来 我希望能够做个按钮 最好是类似像这样的功能 跟前面之前一样 也许你有一个 清除的功能 那有一个按下这个年龄 他可以自动帮我把刚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一遍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输出的 不是最后的值 而是我今天输出的什么 我其实我只是把这个公式 刚刚那个公式 直接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直接输入过来 那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VBA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特别注意就是 我如果说我今天输出的时候呢 我希望把我刚刚做的这个公式 这么长一串公式 直接就输出到某一个储存格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里面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你输出的时候 那这边的话是第几列到第几列 比如说第15列到第19列 那当然第一个需要一个回圈嘛 那前面我们有做过蛮多啦 for i 等于15到19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把那个i放到哪里呢 放到你这个公式里面来 那你可以发现哦 你这个储存格跑到下一个储存格 那你会可以看到哦 总共会有这个吧 有没有本来是15 要变成16 那再往下就变17 那也就是说这三个地方哦 你必将来必须怎么样 把它改成那个我们的裂号 因为如果你把它改成裂号 它会自动去帮你去更改 那这样的话一个回圈 16再往下17嘛 一直到19 有没有 那所以这三个必须要变动 这个是第一个啦 以后的话那个裂号要跟着变动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一个公式 放到这边帮你全部执行完毕的话 还有一个重点哦 这个地方的话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要把裂号变更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将来里面有看到那个双引号的话 记得在VBA里面 你要放公式的话 记得把一个双引号变成两个双引号 你变两个双引号呢 直接放进来 它会接受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哦 我做出来效果类似像这样 直接输出 那怎么做到的哦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哦 第一个 OK 一样开发人员 这个我们已经第四周了吧 应该这个都找得到 从那个这边去找其他命令 那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Visual Basic 移到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一样插入一个模组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插入一个什么 也许 先做那个清除 年龄清除会比较简单 那清除的话就是 15列到第19列 把哪一栏呢 帮我把那个第19 这个是这个这个 这个第H栏 所以Sales ID的H栏等于空置串 这样子年龄清除就做完了 那同样的架构啊 你可以把这中间东西呢 复制啊 贴到年龄里面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哦 那跟刚刚的东西最大 这个清除跟要输出的最大不一样 就是在这个双引号里面 那这个双引号里面要放什么哦 基本上就放个公式 那我们这个公式啊 从哪边来呢 旁边这边有吗 你干脆就把这个公式 直接把它复制起来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将来哦 要让那个公式全部批示自动化哦 第一个要求 请你先选取Ctrl-C 好 选完选完之后特别注意哦 请你按一下那个取消哦 因为你这个时候 如果游标还在里面呢 你要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你会发现点不进去 因为现在游标在这边啊 所以特别重要 之前有同学遇到这样的问题 先把它选起来 Ctrl-C之后 记得哦 按个取消 这边有个取消 取消之后呢 你切到这个Visual Basic这边 点击 才会发生效果 不然的话会卡住哦 会因为你游标还在 资料编辑列里面 那贴上的时候 特别注意我刚刚讲过 有两个原则 这两个原则 我也担心各位哦 可能一下记不起来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哦 把它写到这里 第一个双引号要取代成两个 第二个列号要改成这个I 然后第三个换行 这个等一下再讲哦 那我们要怎么做哦 特别注意哦 1把它复制 2贴到这个后面来 不过贴上之后呢 你会发现哦 这里面的双引号 有太多个了 所以哦 我建议你啊 感受自己一下 先复原 你在贴上的时候哦 因为一个要变两个 常常你会哦 难免会漏掉一个 或漏掉两个 其实你只要漏掉一个 等一下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怎么办比较快哦 像我后来想了一招哦 还蛮简单的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 你可以用什么 取代 有没有 一个取代成两个 这样一定不会错了嘛 对不对哦 不然我之前是怎样 傻傻的就从这边一直看 看看看看哦 真的还是蛮认真看的 可是难免还是会漏掉一个两个 真的因为人来处理事情 跟电脑来处理事情就不一样 因为电脑不会累嘛 对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做这些自动化 应该给电脑做就好了 让把它全部取代 那记得你只要取代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再再取代就变成四个了 OK好 那取代完之后呢 再把它复制回来 或者剪下来 再贴过来就好了 贴到哪里呢 贴到年龄这边贴上 不过它会很长一串 所以等一下会再讲就是 如何让它可以换行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贴到那个里面 第二个是什么 15的地方把它改成I 那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把那个数字变列号 双引号双引号一到中间 andand一到中间 再加个I就可以了 但是特别注意哦 因为在VBA里面的and符号 前后要多加空白 所以你就把它加空白 加空白 加空白 OK 好 应该 其实做来做去都一样的 同一招了 如果你这个要做熟 做熟的话 以后都是出出问题 那这个15还要再做一遍嘛 不用 聪明的人 把双引号 到双引号 就是刚刚原来15的这个东西 我把它改成这样子Ctrl C 做什么呢 把它贴到15的位置去就好了 有没有 贴到15 选取15 把它盖过去就好了 好 这个时候你事情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执行看看 你就是直接在开启我们的这个 然后执行看看 执行到H栏嘛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不过它的缺点是太长了 所以要把它 稍微 如果是后面要换行的话 你不能乱Enter 那我这边把它执行过看看 这边按执行 诶 输出了 OK 清除的话呢 直接清除 执行 OK 那最后当然 你还可以在上面 我这边已经做了一个按钮 两个按钮 这个前面讲过了 所以你可以把一个Sub 变成一个按钮 OK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同学后来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老师那这个很长耶 我如果以后写程式 那这么冗长怎么办 我是不是可以随便的地方按Enter 特别注意哦 你不能随便按Enter 为什么 因为离开的话 它会把下面那一行跟上面那行分开 所以呢 有一个关键 如果说你将来呢 要加上换行的话 有一个诀窍 请你在哦 刚刚我们不是有把它切开的地方 有放i 有没有 切开的地方有放i 那我的习惯是前后的end都可以的 我习惯在后面这个的哪里呢 后面这个的空白处哦 再加个底线 这个时候你按Enter 它就怎么样 离开 就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特别是说 我们刚刚不是有切开来的地方 对不对 不是放个i吗 不是有一个 两个end 你在这两个end的前后都可以 只要呢 加一个什么呢 空白 加底线 再加一个Enter 它就允许你可以换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 应该你要找什么 找这个end的符号 后面的空白 再加一个底线 再加一个Enter 它就允许 但是你其他地方 随便乱按Enter都不行 所以这个也是规则 如果你要把VBA学好 反正就把这个规则记守 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些东西 那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一下 至于刚刚讲那个细节 就是把那个什么呢 把我们公式转换成VBA 这边有一二三 有三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 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建议 最好也是自己也可以 看要不要建一个自己的笔记 或者是说有一些重要的地方 你可能来不及 你实在不一定记得起来 要不就是你写笔记 要不就是你学我一样用云端 你在云端上面建一个文件 把需要东西贴到你自己云端上去 也OK 因为这东西的话呢 毕竟是我的云端白板 可能不见得完全是符合你们的需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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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